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蜂蜜 盐 胡椒 把肋排加入碗中拌鱼腌30分钟 3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放进烤箱了 烤箱日热250度烤2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来处理一下百香果蜂蜜汁 把百香果切对半 把果汁倒到碗里 加入一匙蜂蜜后拌鱼 这时候我们在碗中打入一个蛋白 打发一下 加入水壁 把碗里面的东西打发 但如果觉得打发蛋白太累的话 可以找一位看起来很咸的同学来帮忙 这样你就可以在等待酱汁打发起来前 打发一下时间 气泡酱打到这种质感就可以咯 25分钟后把肋排拿出 然后我们把烤肋排去锅 放在百香果中上 冰上百香果汁和气泡酱 就这样我们的百香果猪肋排 佐气泡酱就大功告成了 各位朋友们请慢用